教練短髮喜歡督嘴拍照 八仙承暴傷者之一的張彥珍 是百貨公司服飾店位姐 家人口中了她 神美眼光一流 自己也非常愛漂亮 可如今她躺在加護病房 全身有72%到3起的燒烫傷 只是燒烫傷的傷痛經歷 張彥珍的大姐也遭遇過 有嚴重 所以我會比較擔心她的附近路 或以後她要走出來的路 會更 比較艱難一點 儘管事隔十幾年 全身仍是遺留遭火紋身的傷疤 如今張彥珍又因為城暴 還在加護病房 燒傷對於張家人來說 是二次傷痛 而小豬羅志祥現身替她加油打氣 讓一度求生意志低落了張彥珍 激起求生意志 彥珍 你好 我是羅志祥 你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我知道你現在很痛苦 但是你要很堅強的 很堅強的站起來 第一次可能一定不是很清楚 又重復第一次 然後就泛著淚光 我說那你要加油好嗎 然後就跟我點頭好 對她 孝順的張彥珍打兩份工 在百貨公司擔任專櫃小姐 跟在賣場打工 為了照顧離癌的母親 而重傷的她 仍在加護病房 也心系家人 擔心媽媽 然後她也會擔心我們說 那我們在這裡要睡哪裡 然後我們要吃飯 她就是很貼心的一個小孩 家人不斷給她加油打氣 希望她不放棄任何求生念頭 接著王中漢周宇的台北採訪報導 很高興